所有的观众朋友 红岸发展到现在 已经交由陶检跟陶苑来进行处理了 而三个被收押人等 他们也希望能够交保 但是我们手上中天电视台 已经拿到了几份独家的资料 来大家注意一下这份资料 这份资料是一个千层 上面呢有很多的章 你一定觉得说这就是一份军方的公文 没错就是军方的公文 这个人主要承办人是谁 石永元 这个人叫做人士官 这个人签成的时间 6月27号晚上的9点40分签的文 但是我们注意哦 一个军方的公文 这个人是什么公文呢 下市洪仲邱两员关紧闭案件 但是我们注意哦 晚上9点40分 石永元签了案子之后呢 很快的10点钟的时候呢 就已经到达了作战科的情资官手上 10点钟呢 赵志强他也签了 再来呢就是什么 新府官也是10点整签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两个单位 虽然如果说在修杰比亚的话 但是居然两个人都在10点钟就签文 签完文之后再来到谁手上呢 到的时候是呢 这个监察官的手上 监察官是10点20分签的文 签完文之后很快的 再来就是到了张志伟手上了 谁呢 参谋主任的手里面 10点20分签了 接着到了河江中 副旅长晚上11点钟签的文 最后呢 旅长沈威智在6月28号早上7点钟 整份公文非常快的速度 一个小时之内 除了旅长之外 其他人等全部都签完了 所以有话 您继续吧 我再跟各位讲 各位如果去过五四二旅的话 请问旅长室 跟一般参谋室 一般参谋室在一楼 旅长室是在二楼 那包含二楼的 二楼的是副旅长 旅长 还有参谋主任 参谋主任 政战主任 政二政三 政二政三政四 好都在二楼 但是你刚刚念的那个东西 治安科 对不起是在一楼 那怎么会在十点钟呢 一楼跑到二楼也要15秒吧 两个单位签 包含了新府官签 也是十点者签的 对啊 对啊 那所以我就一再讲 这伪造的吗 这是剧本吗 签完了以后 监察官签的时间是十点十分 对吗 十点二十分的时候 张志伟参谋主任就签了 对 各位好 除了这个是伪造的 各位再看一下 我再提供一个时间点 本来这些我都是不想讲的 我们现在看到 洪仲秋的体检报告 我告诉各位 假的 等一下 体检报告是假的 也是假的 盖那么多张 没有用 待会我来讲 我现在我提出一个日期 我请军高姐 你好好查一查 是6月25号 1点16分 体检完毕 请问这份体检完毕的体检报告在什么地方 那我画红线的地方哦 各位看清楚哦 陶检看清楚哦 现在这个有华上面画红线的地方是体检的时间哦 体检时间是五四二旅 卫生联 这个人叫做王少宗 等一下 这个是五四二旅的 王少宗 卫生官 卫生联的卫生官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判定 洪仲秋的体 体位 体位 体格检查不过 所以才到813医院 813医院 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张是张都是真的 我还是在讲 是谁盖下去的 他 在 6月25号 1点16分 判定洪仲秋体位不及格 但是为什么到了 到了6月27号能够完成体检呢 25号不合格 27号就可以完成体检 对啊 哦 那不对啦 这个中间发生什么事 谁又在伪造文书 那明明他的体位是不合格 为什么又能够通过呢 对 谁打的电话啊 当然 现在我们查出来了 是黄天任 你黄天任不但瞧 禁闭室 而且他还瞧813医院 就是我讲的那个医务室 嗯 那现在医务室的角色 已经出来了 各位可以看 本来小护士的名字 我通通不讲哦 各位看 林小平 林小平 请问林小平跟谁是有关系的 跟陈以仁 但是 就我所知 这些张 各位看盖的这么的整齐 是不是张姓衣官盖的 还是医务室盖的 张姓衣官还是医务室 这里还有一个院长 我现在请问黄天任 你在6月27号的时候 6月27号 你有没有电话打到813医院 我只问这句话 你有没有告诉813的高层 去官说张姓官 然后何江中 你有没有对王姓官施压 这两个关键人物 那我通通提了出来 王一官 五四两女的何江中是副女长 当然他只要讲一句话 王一官就得听啊 对 但是813 你黄天任 你还没打过电话吗 黄天任老婆在那边是行政司官长吗 是你说的哦 那我从来没有这样说 我说他是医务室 叫行政司官长 哦 是是是 我从来没有说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哦 嗯 如果你们要那个证实 我也没有意见 但是这些账 为什么这样子盖下来 是谁盖的 但是你注意哦 体位二 然后洪正丘这里是三 你也没33 对 33 我告诉你 你把 王一官把他找了出来 再把他体检报告你拿出来看 他有没有让他过 不但是蔡宗明没有让他过 王也没有让他过 所以在6月25号 那这一些东西 虽然证件是真的 但是是不是当事人盖的张 就跟蔡宗明一样 石永元是拿他张盖的嘛 一样的道理 算不算委赵文说 嗯 所以 如果陶检或者陶怨真要办的话 你就把我这一张流程表 上面所提列的这一些 一个一个约来谈 你约谈完毕以后 我告诉各位 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 看看真相在哪里 真相就在这些资料里面 这些资料出来之后呢 所有的真相都已经可以水落石出 都可以逐渐的明亮化了 有没有注意到大家看到没有 体检表包含了五四两缕的公文 现在我们中天电视台 新闻龙卷风已经独家拥有这些资料了 而有华刚刚也仔细的解释 告诉大家这些资料里面 究竟有哪些关联性在其中 等一下 进入我们新闻龙卷风的最近报 我们不只要更仔细的告诉你 一些相关的讯息之外 还有包含了胖达人面包店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黑手在其中 运作呢 休息一下 来进入新闻龙卷风